听的见着是声,听不见着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好,我是杰克 让我们打开另一个生成的耳朵 一起提升听的能力 声音可以疗愈身心 声音可以让某个感官重新连接启动 声音也可以启发我们潜藏的灵感 声音更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 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 非常开心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这次我看到蛮多老朋友的 也还是有些新朋友 我简单很快的说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杰克,我研究声音三十多年 朋友都说我是研究声音的疯子 一辈子不计代价的探索声音 我自己会做西洋乐器的小提琴 还有中国的古琴 我自己有一些音响优化技术 我有些生产改善空间的一些想法 以及最重要的今天跟大家聊聊 就是生能生命科学 英文叫Bioacoustic 我事实上出来分享声音 大概是从2018年左右开始 真正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了 我事实上我大概一个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内地 那我在北京有工作室 那之前其实都没有在台湾发展 那直到我2019年也在北京创立一个医生疗愈中心 那本来是在2020年要在内地开始从事这方面的这种拓展 那就是疫情的关系 我留在台湾到现在 那我北京工作室应该也叫做荒废到现在吧 那也非常谢谢在台湾的这个缘分跟台湾的朋友们给我的支持 那去年我开始在线下讲了一些应声疗愈的21奖 那得到很好的回响 那同时呢 我去年年底也出了有声 书跟有声书 书跟线上的影音课程 那叫声音的力量 那我非常鼓励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先去看看这本书 然后有这本书 或是线上课程的影音课程六个半小时的 那先了解一下声音 我在了解声音是什么样的角度 那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大家对应声疗愈想理解的话 或探索的话 我觉得我的课程跟内容非常非常值得 你们推荐 你想要帮助的朋友 所以那首先我先回答一下 我这个脸书的一些留言 那谢谢大家非常非常鼓励 我其实脸书以前从来没在经营的 以前我经营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以前的文章 以前在微信公众号就叫做 生活美学研究室 那如果你在他们的这个 公众号里面可以查得到的话 我里面其实还谈很多有关于声音 当时谈的大部分 还是跟乐器相关比较多了 还有一些声场空间 还有跟不同的领域上的人 有些合作 比如说这个查道老师 还有其实我最后离开北京之前 那我在这个北京的操场地 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操场空间的一个实业 跟声音之边的结合 那那次也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那我觉得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 生活美学的Facebook 声音的声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问问题的话 我都会在这个Cloud House里面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那我线下有些朋友也帮助我回答 就是他先问我 那我当然回答了以后 跟大家谢谢 这个最近今天其实发生很多事情了 其实台湾现在疫情有一点小状况 那大家要开始要注意防护了 那我想在台湾以外地区 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验 那不管现在台湾好像开始 比较进入二级 二级警戒了 那如果到三级的话 那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希望说台湾的朋友们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有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但是注意防护非常非常重要 那尤其像有投资的朋友 其实最近股票市场 是非常非常动荡 那我想大家可能都跟坐雨桥飞车一样 这个心情起伏也很激烈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大家可以在晚上十点钟 在Cloud House里面听一听 我们对于声音这方面的理解的话 或许有一机会能够帮大家舒缓一下 当然这是我的期待了 好 Jason Mars Jason Mars的共产相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Jason Mars 那我只跟你讲 Jason Mars他到底红在哪里 他YouTube的最高的一个点阅率 是6.2亿人次 6.2亿人次 在YouTube里面 YouTube还是人家 大家不是太常看的 大家常看可能到iTunes 或者到KKBOX里面 去把download那个声音 因为YouTube的声音还不是太好 YouTube好处可以看视频 6.2亿人次的点阅率 那你可以像他这个有多惊人 那如果你没听过 今天我建议你听 听完之后 我教你怎么听 听完之后呢 跟这次疫情非常有关系 我再讲一次 跟这次疫情有关系 因为我这个音乐 刚好很奇妙 我们台湾最近疫情 开始有点状况的时候 这首歌跟疫情有点帮助 Jason Mars到底唱歌好不好听 我跟各位讲 他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但是像周杰伦一样 他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但他们写的曲子都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不然我不会选他 确实Mars唱歌比周杰伦好一点 我坦白跟你讲 但是呢 他共生腔的流转也不是很大 他范围不是很大 共生腔的范围不是很大 大概我会放给大家听 他大概都在中频 上上下下一点点 他高频也上不太上去 其实他上边上去的时候 也是卡卡的 他低频也下不去 也是超卡卡的 但是他的中频的部分表现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了 还可以了 各位讲不好意思 如果是Jason Mars的名言 不要骂我 我认为他是这样 但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在写这歌 尤其是I Am Use这首歌 I Am Use 他点阅力应该在13年前吧 13年前 他也得到改来没讲 什么讲 我们这笔记叫这些东西了 改来没 他这首歌有个非常重要 几个部分跟大家说 我先讲 然后待会我大家听 然后你有机会的话 这段期间 现在我们二期是到6月8号 从现在到6月8号 这段时间 我建议你每天有空 就听这首歌 这首歌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如果你真的 真的 真的有被感染或什么的 这个还是要找医生 我是跟你说 这首歌对于 待会我讲的东西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还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就是吉他 那Jason Mars 他们他在现场演奏的时候 他都是自弹自弹 然后旁边有一个 有些旁边也帮忙一起弹 可能大部分他都会弹吉他 因为很创作型歌都是这样 他吉他一开始的时候 勾转 我家用勾转 用勾的 勾 勾你的这个情绪 勾转 他是勾转 他这个声音就在 就在进化你的颅腔 在我一放的时候 你注意听这个声音 一开始就开始进化你的颅腔 第二个声音很重要 就是鼓声 他的鼓其实不是很大的鼓 他的鼓呢 如果各位有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 他常常来台湾 那偶尔去南港 你可以看他演唱会的时候 他都是有一个叫做地中海人 就是比较肤色比较黑的 就是地中海边的 他敲的那个鼓 用手级的鼓 所以手级的鼓跟爵士鼓不一样 手级的鼓 手级的鼓 基本上声音不是很大声 但节奏性非常强 不太像那种我们爵士鼓 就是用鼓棒这样敲的 他很多都是用手敲的 那重点是第一个是这个是鼓声 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杰森马这个人声 杰森马人声虽然唱的不是很好 功能竟然不是很大 但是 他这个完全 我讲那个歌词里面的意义 不需要去讲究 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从来不知道杰森马是 I'm yours里面在唱什么 我从来 我到现在已经听了 音乐超过一千次了吧 我从来没有研究 他到底内容是什么东西 但是从歌名来讲 那当然就是I'm yours 就是我是你的 诸如此类的 我从来听他这里面的 他的讯息跟内容是什么东西 他的人生节奏 加上鼓很奇怪 很奇妙一件事情 他这个节奏都是特殊 一个字一个字 几乎是用念的 用念的 加上鼓的节奏 还有什么功能的 而且或者说他用碟字 他一个字会这样 这样一次两次 但我也跟大家举例 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 他这样的唱 而且他的字也是有节奏性的 记得他不是用流畅性的 用旋律来再唱这个I'm yours 他是用节奏 人声的节奏 碟字 碟字就是重复的字 然后甚至他用好像 用念的 配合这个鼓声跟他的吉他 然后后面有一些 那个黑人的这个和声 在后面 他只是在和缓而已 他这个碟字的过程里面 加上鼓声 你知道吧 他在轻什么地方了 他把你人体的胸腔的废物 透过他的人生 因为人生跟胸腔 这有关系 可是他这个独特的唱腔 跟那种唱法 不是靠他的那种 他的声音的共振腔 就是他这种唱歌的这种方式 跟他的唱法 特殊的这种节奏 他可以把你 胸腔里面的废物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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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经 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首歌 我再讲一次 他这首歌 第一个吉他的勾转 一开始 他的进化你如想 后面有鼓声 他的鼓声 加上他人声 Jason Mars本身的节奏 而且他节奏不是用流畅性的 用歌声的方式 不是 他几乎用字的 那个字跟鼓声的节奏 有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 用叠字的方式 他这样的方式 节奏性的 加上人生的和缓 会把你胸腔里面的废物 一层一层的清 一层一层 尤其能量处理 非常非常好 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Jason Mars这首 I'm yours 我跟大家讲 这不是他写的 虽然是他写的 绝对不是他写的 是老天 透过Jason Mars 留给人类非常好的礼物 我再说一次 老天透过Jason Mars 留给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他是什么礼物呢 纯净 I'm yours 代表的是纯净 他可以清理你内在 所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一层层的废物 不管你是身体的或心理的 为什么 因为当写这个曲子的时候 Jason Mars也不太红 他是靠这首曲子爆红的 这首曲子 你听 你如果有时候 因为他没有红 所以他那时候写的 你知道人红了以后就不一样 因为人红了 就是I'm somebody OK 那I'm somebody 就是一个ego在 有一个ego在 就有粉丝情节 有这个偶像情节 可能就开始 原来这个干净的成分 就不一样了 一般来讲 你还没有红之前的 那首Greatest Hit 基本上都带着 非常强大的能量 各位跟报告 跟以前就讲过了嘛 畅销热门歌曲 为什么会畅销热门 绝对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会成为Greatest Hit 就是这个能量 是老天给的 安排好的 尤其是Jackson Martin这首歌 它的纯净 它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功能 你不管你有没有听过 Jackson Martin这首歌 你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过 你第一次听 你根本听不懂歌词 你就觉得很舒服 就觉得很干净 那疫情阶段最需要进化的曲子 这首曲子真的有那种 为什么叫天使与魔法 它是天使般纯净的声音 它有魔法般的进化的威力 我再说一次 Jackson Martin这首I am yours 我跟大家解密 为什么叫声音揭秘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 你看我这题目 在上个月我就定好了 刚好就轮到今天讲 今天刚好台湾疫情发送 就是开始有点状况 声音揭秘就是天使与魔法 因为它天使般纯净的声音 有魔法般的纯净化的威力 那我们我先 刚刚解释那么多了 我就放这首I am yours 给大家听 那我基本上 第一次放的时候呢 我也放到什么关键地方 我也同时解说来导引大家 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尽量不讲话 你们去享受这个曲子 那这个曲子呢 到处都有 你可以从今天听完我解释以后呢 你回去听这首歌 你以后听这首歌完全不一样 除非你以前觉得你是 Jason Mars的谜 你觉得说他的声音很干净 可是我才没跟你讲 你现在再听了以后 你会发觉 他的声音不只是干净 他有很强化的进化功能 所以他为什么要6.2亿次人点 心情不舒服的时候 需要进化的时候 有点I am yours 对你真的有帮助 这几大一开始 勾转 然后鼓声 不是很大声 铁字 他几乎都是用念的 最后给你撒一声 他这个弹蛇 非常厉害 所以我是世界上 我第一次讲 这个Jason Mars 这歌到底什么功能 我也在线下 其实也没有讲那么清楚 我线下讲的是另外一种听法 其实一首曲子有N种听法 你看你能不能听到什么东西 其实大部分人都只有听一种听法 就是听节奏跟旋律 大家就结束了 我是谁唱 那我的听法是这样 那你们可以参考就好了 那因为已经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再放第二次 但是我放另外一首歌给大家 你觉得是Mars 在另外在同样转集里面 有一首非常红的歌 这首歌呢 是1.6亿一次点阅 1.6亿次 刚刚那首歌是6.2亿次 I am yours 6.2亿次 这首歌也是很惊人 但只有1.6亿次 也是很惊人了 这首歌我的意思是 就是I am yours的下一首 这下一首 这第二首歌呢 叫做Lucky 就是运气 好运吧 Lucky Lucky这首曲子呢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不是觉涉Mars 是那个女歌手 跟她那个Fit 那个女歌手叫做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 我念错啊 叫什么Coby College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其实他这个声音 比杰森Mars厉害很多 然后其实他里面最厉害 这个Lucky 带给你Lucky的是这个女生 不是杰森Mars 你注意听 带给你Lucky的 那种Lucky的感觉 是这个女生 所带来的流畅 共争这样的流畅 跟开阔性 她其实 她的声音疗愈性 事实上超过杰森Mars 那我们听听看这首Lucky 你去感受一下 这个女生唱的东西 她的能量 跟杰森Mars 杰森Mars的写曲子是超级无敌厉害的 大家听听看 这是杰森Mars 你看女生出来 一开口就厉害了 好 谢谢杰森Mars 那那个 如果你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 得到进化 我觉得I'm You 是非常好的歌 然后接下来听下一首叫Lucky 我相信也会带你一种Lucky的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种进化的力量 那我不晓得大家不知道 这个 如果有朋友 真的不小心这个疫情有不舒服 除了给医生看以外 有一个自己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 费金 费金 费金有个云门穴跟中腐穴 就在你差不多你锁骨的下方那个地方 如果你可以听这个 这个I'm You 是听的过程里面 你轻轻敲你的这个费金的 如果不知道自己Google一下 就云门 云门就是云门五级那个云门 中腐 中天的中 腐就是 腐就是腐 腐成的腐了 反正就查费金 费金在 我们锁骨下面有两个穴道 对啊 你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你轻轻敲这个地方 礼拜天我会再讲 讲更清楚一点 你听这首曲的时候 轻轻敲这个地方 然后再发 乌乌的音 然后就听那个 Jason Mars之手 I'm You 对你这个 整个肺腔的进化 是会更加成的 你光听他 其实就有进化效果 然后 当然还是要看医生 如果真的有问题 再看医生 我只是跟大家 我疗愈上面 这个建议 他有一种进化效果 第二个就是 Lucky 刚好连下这首歌 就可以让你进化 又可以让你Lucky 我讲你这样的话 应该挺好的 不管怎么样 就是提供给一种 在疗愈上面 一种建议 尤其是如果说 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 Jason Mars 可以陪你一段时光 因为很值得听 而且因为他有 真的很好的一种 共振的能力 跟共振的功能 如果你家里影响 效果不太好 没关系 最起码你先用你的耳机 或是先用你的 这个手机 我们先试试看 好吧 好 那先这样 我现在是11点25分 在台北时间 如果我现在开放举手 那如果大家 有什么要想分享的 或什么问题 或是你对Jason Mars 歌声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是你觉得 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想分享的 那欢迎你上来 嘉宜 我今天忘了讲你 谁要先说 是谁先上 我搞不清楚 好 嘉宜你先说吧 嘉宜你说 今天真的很好玩 因为老师讲的 这两个歌手 刚好就是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在追 什么排行榜的歌 我就是听我自己 觉得舒服的音乐 那刚好老师讲的 这两首歌 就是刚好是在 我的歌单上 这是蛮特别 因为克比卡雷 他不是一个这么 我觉得啦 台湾好像没有 也许他很红 我不知道 我就说因为我没有追 那我反而是从 女生的声音开始 着迷 因为我是本人 我是比较喜欢 女人的声音的 对 然后他的声音 就像老师说 在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他给了我 很温暖的感觉 那包含他的气的控制 是这么的轻松 我觉得他在唱歌 有一种轻松 就是轻松驾驭的感觉 这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因为我希望我在唱歌的时候 听的人他有这种很轻松的感觉 可是我的声音 我年轻时候的声音是刚好相反 是硬邦邦的 就是应该是说 所以我在寻找声音的过程里面 我就特别被 这样的声音所着迷 你知道吗 他一声音一放出来 我就会起几笔疙瘩的那种 是 对 那是因为我自己缺少 所以我会往这个方向去追寻吗 还是就是人就是 女人就是喜欢自己没有的 你知道吗 隔壁家的草永远比较绿 我跟你说 就是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科比卡 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讲叫科比 我根本也不认识他 我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听声音 我第一次听杰森马斯的歌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叫什么杰森马斯 我是因为这个歌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什么科比卡 不是因为我认识他 我根本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没有听过他其他的歌 我就是听到 刚好他下一首是他唱的 我听他唱的时候 杰森马斯真的是天才 但是他就是这样 就是他共争腔的范围就是这样 但是他超厉害 他可以写这首歌 竟然可以有进化功能这么强 你知道是吧 真的超强的 那我只是听得出来说 原来那个特殊的字的结构 他一个字念 他不是刻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下载的 他是下载的 因为我有发落老师之前的歌 对对 他是下载的 他以为是他创作的 不是 我只是老天安排透过他 透过杰森马斯 把这么一个好的进化音乐 当落到这个世界来 透过他的嘴巴唱出来 但是真的 他那个 所以为什么6.21人是 比如说包括 包括嘉一你 你这首歌 你那首歌 一个人的我 依然会要微笑 会微笑 会微笑 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红 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吧 我也觉得 所有的所有的热门歌曲 对都有原因的 都有原因的 你知道吧 不是没有原因 他会红都是有原因的 只是你要慢慢去了解说 他的原因带给你意义是什么 那我还没有深刻去研究你 这首歌跟你的关系 有机会 没关系 我不是 我没有追求 但是 我就说 那是不是就是我的 我的疑问比较是说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的个性里面少了 就是我 这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 做的 就像老师说的 放松 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 是不是因为她 特别的放松 就像她的声音 可能是就像天赐的 她唱歌起来 就是这么的游刃有余 所以 她会带给大家一种 很温暖被包围的力量 不管她唱什么歌 因为我听到她不止一首歌 我也一开始都不知道 这两位歌手是谁 但是 在我很少的听西洋 歌曲的这个机缘下 就让我听到她的歌 而且的确是在我心情比较 怎么讲低落的时候 她就会给我一些力量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我就挺喜欢吉他 跟女生的声音 在疗愈这件事情上面 就像刚刚的杰森 一开始的那几个老师说勾 那个勾 真的是我也是听到勾 就几笔疙瘩了 对 她真的是在勾你的整个 我们不要讲灵魂了 就是整个你的所有东西都被她 被她吸引住 你知道是吧 就是在抓你的 对对她在抓你 她在抓你 她在勾你 她在勾你 不是光这个 她在她在唤醒你 她是扣这个吉他的 对她吉他一开场这件事情 她就在唤醒你 尤其在你唤醒 用炉腔是一种说法 其实炉腔是个起点 你知道是吧 她在唤醒你 那个看不到的部分 然后呢 她把你吸引过去 等于说 好像一个戏剧的开场的 一个overture 序曲先告诉你说 我要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她用这种 而且她是用很简单的吉他 就这么几个音 你整个人魂都被勾过去了 然后就开始 就去听那个进化音乐 你知道就开始慢慢 所以为什么6.2亿的人士 去愿意去听这个东西 其实他对我们 就是有这种清洗的功能 进化的功能 听的时候就很舒服 另外一个问题是 除了Jason Mars之外 其实最近的在 我觉得在美国的音乐市场 因为我就说我听的不多 但是有几个比较红的 比方说Bruno Mars 比方说几个男歌手 你会发现 他们的音频都挺高的 就是他们都不是男人的 就是男人普通有的音域 都比较接近女生的音域 就是女生去唱都不难唱的 然后都爆红 就是大概前五年到 我不知道更久以前 就是这五到十年 为什么都是这样的男歌手 他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Jason Mars坦白讲唱的比 Jason 那个Bruno Mars唱歌的技巧 比Jason Mars强很多 我知道 所以我才会想说 听到不同的人 对对对对 因为你是从歌曲的 对对对 我是从进化的方式听 对对对对 那可是你讲演唱技巧 Bruno Mars他太厉害了 就是他真的 你看他个人那小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他那个唱的高频 可以唱到那种程度 而且还那么让轻松 那么让流转 都好几个都是男生 是是是 对连那个Maroon5也是啊 是是是 对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男生 因为 一个时代吗 不是不是 就不光这个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高频这件事情 本来就容易被注意 哦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听过世界 四大男高音吗 对不对 对对 没有听过世界 男低音 四大男低音 你不知道那是谁吗 因为低频 低频你分辨不出来吗 因为低频在我们影响里面 他没有指向性 他没有指向性 高频有投射性 他可以上扬可以投射 他可以投射出去 低频基本上 比如我们举例来讲 高频 你那个高频的单体 比如说我们那个很小单 你放哪里很重要 你知道吧 你听了清不清楚 那高频好不好听 可是那个低音喇叭 那个超低音啊 随便放 放东放西放肥放南 你知道在房间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他没有指向性 他所以说 他放哪里都很OK 所以 那一直告诉你什么 那辨识度不高嘛 就是我们听不出他是谁 你知道吗 所以可是高频不一样 高频的话 你只要唱的 尤其是男生 你只要高频 你能够上得去 而且平衡感又够 你的转音不是那么困难 不会因为转上去的时候 变成另外一个人 不光刺 会变成另外一个 因为因为他不平衡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辨识度就很高 那比较容易被人家注意到 比较 比较被人家注意到 那红不红 还是要看天命 你知道是吧 真的 不容 这个老天要给他红还是不红 是由老天决定的 不是他再厉害也没有办法 这是老天决定 所以老天对 Gratie City是有安排的 就是老天让你那首歌会红 大家为什么记忆这么深 是有对你有一些安排 你知道是吧 对你有一些安排 上次我跟你讲过嘛 你现在 比如说你对我这个房间 你特别有兴趣 你常来到来听 对不对 就表示你对于这种声音的共振 是有感觉的 所以 非常 所以 所以你的 你本身来讲 你就是带着一种 一种共振 就是说 其实你下一个阶段的转变 就是要代表这个东西的变化 嗯 那你又 你又听得出来 你有些听得出来 但是你现在可能要找一些 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心境 你知道吗 把你自己调整出来 调整出来另外一种 属于林嘉宜下一个阶段的声音 不是你以前唱歌的方法 是你现在有个新的东西 在酝酿当中 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吧 那我有另外一个 关于老师的 阿乌 的练习啊 就是 因为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平常是会念经的 那 我早晚都念 那老师不是叫我们 在念经之前 可以练这个阿乌 嗯 这件事吗 对对对对 那我会发现 练阿的时候 我会 我的意思是要让它下去 可是呢 我后来的觉知是发现 我反而在念经的时候 会下得比较下 是 对 那我还是要继续练阿吗 还是我就 比方说我念 可是那个可以下得比较下 是啊 还是我还是要练阿 所以以后你要唱 以后你的 我在开玩笑 那以后变成 你变成林家 也变成佛教歌曲的 这个 代言人 没有啦 开玩笑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我跟你说真的啦 因为你为什么 你念佛经的时候 你会比较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放松 不是不光这个 因为你的心境不一样 对跟我唱歌的心不一样 对对对 你念经的时候 你的心不一样 你的心境不一样 你心境不一样 会影响你的共振枪 所以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的发生的共振枪 是不一样的 对啊 但是不能让他stable吗 这是我最困扰的地方 你还没有敏感到 可以让他stable 你还没有办法觉察 觉察 你要练那个觉察 就是我的 我的 其实我现在 上Jason Mars这堂课 其实就在教你们怎么听 觉察 你知道吗 对 先从我教 教你们讲说 你听到Jason Mars的干净程度 有些人听音乐 还在听那个节奏而已 你知道吗 你听得出来 我就会鼓励人家 鼓励人家 但你可能听得出来了 鼓励人家说 你听得出来 我讲的 为什么Jason Mars这首歌 I'm Muse 是那么纯净吗 对不对 然后我形容了很多 那我放一首给你们听 然后你们以前听过 你现在在听 或是你以前没听过 你现在第一次听 对不对 你慢慢可以了解说 我在说什么 OK 然后一样一样 你耳朵就慢慢开始 有一个不一样的 程度的开展 然后你听东西的时候 就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原来 听声音可以听出 不纯净 这什么意思 以前不知道 现在好像有点感觉 OK 你耳朵越来越好的时候 接下来你就会慢慢觉察 你自己的声音 刀 慢慢觉察你这个声音 那你说 为什么我在念 啊的时候 跟我念经的时候 对不对 念心经 佛经 那个是什么不一样 那现在我跟你讲说 可能是你的心境不一样 OK 那你要了解 我不是说叫你念 啊的时候 那个心经是传谋 不光是这样 所以你在啊的时候 你要体验到 你假设你念经的时候 是一种 假设了 是一种庄严跟放松的感觉 或是说你身体 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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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状态 很安定的 很安静的在念经 可是呢 你唱歌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种感觉 记着 看看感觉 你试试看 你最后的练习 那你在 啊 的过程里面 因为啊 它声音很单纯 对 但是你还没有体验到 你身体 你自己声音 这个进化的能力 你自己声音 因为我讲的说 你自己的声音 要能够有医疗 有疗愈等级的话 要练三到六个月 那你耳朵也要 一直要练习 然后你才有办法 把那个声音 真正感觉到说 那个放松 然后你会感觉到 它自然的 自然不用 连意识都不用 你只要稍微戴一下 它就往下走了 你只要高音也是一样 戴一下 它就往上走了 很轻松地戴一下 你就刚开始这个时候 戴一下 就像那个吉他的勾魂一样 吉他戴一下 它就上去了 那你慢慢把那共振枪 稍微打开以后 你自己会 而且如果你是 你现在是专业歌手 你更要去体会 第一个 是这个声音 能够下着去 能够上着去 第二个 我的共振枪能够移动 你会感觉到 你共振枪可以移动 这个其实更难体会 慢慢去体会 体会到有一次 其实我们下个月要讲的 因为在场 我们现在有两百多人 对不对 两百多个人 不见得说 下一次他一定会来听 我就跟你们讲说 你要知道体会到 你共振枪 可以到身体外面的时候 就是你的共振点 共振那个枪点 在身体外面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了 你对于这个身体的共振理解 就已经到另外一个状态了 我讲的下一次要讲的 那几个很厉害的歌手 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一辈子 你们一次辈子都没听过 这种观点 就是Maria Kelly 或者那个什么 那什么保镖 后来喝毒 死掉 那个女的叫什么 Winnie Houston 对 他们这两个都是一样 他们这两个的共振枪 都不在人体里面 好 因为我echo一下老师说的 因为我曾经跟Spice Girl的Vocal Coach上过课 那他是一个共振枪非常大的一位男老师 很壮很大师的一位老师 那他叫我的发声呢 其实都一直 因为我是在London Bridge的另外一边 我在伦敦上的课 然后呢 他要我把声音发到对 桥的对岸去 那一开始我的感受是说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因为我这么扁一个 这么瘦一个 你知道他共振枪很大 他当然好像比较容易 那后来他就让我站在他的前面 他用他的声音把我抖到对岸去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共鸣 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这当然对于我后来包含演歌舞剧 包含 就是比方说听过我唱过流行歌的朋友 跟看过我演歌舞剧的朋友 会知道为什么他唱歌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那其实是因为那个老师的熏陶跟训练 对就是怎么样 我大概可以体会因为我有被震过 就是他直接直接这样子把我 然后真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那个声音像是一个小 就好像我们丢石头这样子把它丢过去 是 但是就是有一种震动感 对所以也许我的胸腔我的头腔我可以做到 可是就是放松下去的这个 我真的觉得在练习上是让我比较困扰的 所以我才会有一些问题跟他的 stabless的状况我觉得是 可以啊 你拜天的时候 比较有难度 如果你拜天有可能的话 你又不害羞的话 你可以上来发一讲 我害羞我觉得没有练好 不能听 不会不会不会 发声跟你的唱歌完全两码的事 两码的事不用担心 对而且跟讲话差更多 这也是我觉得很困扰的人 没关系你就是你就是我你上来发发了以后 我讲完你还可以很充容优雅的下去的话 这个回到听众席的话 我就我就可以开了 老师你进步了 你进步了 哈哈哈哈 好了 谢谢 谢谢佳莹您的分享 好吧 来我们下一位 Omnis来您说 哈喽 杰克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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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想分享一下这个 Jason Musk的 I am yours 其实一开始 我听这首歌是 听到有一位韩国的小朋友 以前是小朋友了 他是叫那个叫喧花仲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他就是弹那个吉他 然后就是那段时间是 那个心情不太好 可是一听这首歌就突然 那个心情很开阔 还有就是这个 Lucky这两首歌 刚好就是我在我的歌单里面的 今天怎么这么巧 每个人都在歌单里面 都有两首这两首歌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就在我歌单里面的歌 可以用杰克老师你叫的方法 再重新去听他的配音配乐 还有就是他唱的功名的位置 有可能都是有一些疗愈效果的歌曲 对对就是想分享这个 非常好 希望说大家可以有一种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启发 那如果你跟他那么熟了 那更好 你再回去将我今天讲的东西 你可以再稍微理解一下 然后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你如果愿意听的时候 敲敲你这两个穴道 然后听一听 然后你会发觉你身体 你整个身体会放松非常非常多 然后带给你Lucky 也带给你进化 谢谢你的分享 好吧 然后我们下一位 Julie好吗 Julie您说 谢谢 杰克老师您好 你好 我就高兴能够跟杰克老师对话 谢谢 然后我今天上来就想跟杰克老师分享一个事情 我昨天看了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这个微信朋友圈有个是中医博士 然后他是昨天前两天就发一个东西 然后就讲人身体之间的coordination 然后他就写到人的肠子是通脑谁的 是 对我这一下想 我说我就听杰克老师讲 这个就是讲就是这个对奥特曼的研究 然后最后研究到肠子 我说这都是 这是那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这边刚听到 然后就有这个中医这么写 所以我就想跟你杰克老师分享 这个中医是算蛮进步的 就是他会注意这件事情 其实在西方医学已经研究将近有十年以上 就是他们这方面已经发明了很多种方法 觉得很神奇 他们他们其实叫他相信 他也不知道怎么相信 可是他因为因为这个看得见的第一个起点 他已经束手无策了 所以他只好用别的方法去做 所以研究大肠跟这个肠道跟这个肠道的细菌 肠道的环境跟还有肠道的这个神经 跟大脑之类的关系 那发觉里面有一个有趣的连接 所以为什么在Google 你去Google一下叫做肠脑同轴 为什么他们叫同一个轴心 为什么要同轴 我后面的课程会讲到这个地方 搜索哭肠的声音 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在肠道里面 到底怎么样透过我的建议 真的可以让肠道可以真正可以有 真正有效跟上一个起点 跟这个看得见这个起点 可以相关联 我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建议跟方法跟体会 这都是我自己实验过的 所以为什么你第二个起点 所以刚刚这个白熙林老师讲的就是说 你看杰克你那个起点上 我不但知道 我不但可以讲这个起点 而且我知道用什么方法 可以让这个起点可以连接起来 这个连接起来 你们可以陆陆续听 让我有些建议跟方法 这都是我自己实验过 那这个起点连接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我一些方法 可以知道说原来他们的神经 到底什么样传导 他们到底靠过什么关系 其实是他们一个内在很巧妙的连接 其实人的肠道的环境是至关生命健康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内却很容易忽略这件事情 就是永远是 以为它只是一个排泄吸收的功能 远远超越你的想象 绝对它为什么是个起点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解密 谢谢朱莉你的分享 谢谢 我们下位杰西卡欢迎你 嘿杰克老师 对我是美国的杰西卡 然后也是上次我就发了一个 我的猫咪听到你在发音的时候 然后我透过耳机 然后它竟然是可以感受到震动 你可不可以讲清楚 我看到你讲 你说你戴耳机的状况之下 不是用喇叭 你戴耳机的状况听我发声 然后发声的时候 你的猫在前面 然后他竟然会感受不到 然后他回头看你 我看到那个照片了 对我看到那个照片 你就你看到 我看到你拍他回眸 一看你的这种话 上次在头贴上我也看到 很可爱 而且我还是坐在外面的阳台 然后就是还是有那个 就是可能有这个鸟在叫啊 或者是外面车子 有没有 他就是 那我们坐在 我坐在一个就是那种摇椅上 我坐在这一层 他坐在另外一头 那我是戴耳机的状况 然后 结果他就一直乖乖地坐在那边 结果你发啊的音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听到他 我就看到他的耳朵 两个耳朵就在那边一直动 一直动 结果那你讲完话 然后你又在发呜的声音 然后他就 他是真的有反应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耳朵在那边动 然后那个头开始在张望 等到你发到最后音的音的时候 他就整个头就 真的就我就 我就那个时候我相机已经准备好 我看到他耳朵在动的时候 我已经在准备抓那一刻 就没想到你发到音的音的时候 他整个他听到了 他整个头转过来看我 我想耳机 他我真的是戴着耳机 他可以感受得到震动 所以所以你知道吗 我上次跟你说了吗 哎谢谢你这样的反馈了 这样讲的话就是说 在刚好是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就是说就是我们平常以为是有耳朵在听声音 其实不是光这样 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意识都在传递的声音 所以你虽然戴着耳机听我的声音 我在发声 对不对 照理讲 你戴着耳机听 你的猫照理讲应该是听不到 对不对 照理讲 因为在我们可听范围内 比如说我们可听范围叫20hz到20khz 对不对 可听范围内 就觉得不可能 我带着耳机耳塞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听得到 而且你会发觉 你从我开始发啊 开始发呜 开始什么 他的耳朵的动作 你就知道 到最后我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是那种我如枪共振的声音的时候 他突然转头 你拍下那个照片 OK 如果真的你讲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话 这更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所以声音的传递的力量很惊人 很惊人 真的是有震动 对不对 我再跟你说了 不是 不是那个你感觉到那种震动 不是你感觉到那个震动 有一种东西是在意识层次的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照理讲 如果我们用震动来理解的话 你看 我在台湾我发了一个声音 通过麦克风到你的耳机 当然因为这是电影学的原理 通过你耳机以后 要震动你耳机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震膜 然后呢 再震动你的耳膜 然后你会震你身体 因为因为外面 他听不到吧 因为因为你已经在你耳朵里面了 震动你的身体 然后你身体呢 你又有感受 感受以后 你神经有一些细微的震动 你知道吧 有些细微的震动 有些有震动是你根本都感觉不到了 可是你的猫感觉到了 你知道吧 你的猫感觉到了 可是你 那这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物理层次 这还是一个物理层次的东西 这还是物理 因为很细微的震动 我声音 第三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你也感受不到了 可是那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那个意识的传递 那意识传递是跨时空的 跨时空的 跟那个时间空间没有关系 所以你的猫感受到 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就好像说 我们常常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狗啊 常常在对外面看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没有外面没东西啊 他一直在对外面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好像在听什么 还是看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眼睛 看不到的东西 他也可以听到眼睛看不到东西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太阳系所有的行星 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 你看到的样子 你眼睛看到的样子 它真像不是长的样子 知道吧 就你看到那样子 就是我们眼睛的视觉范围 你眼睛看到那个样子 它真像不是长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人类眼睛的这种限制 没办法 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就是只看到这样东西 看到这样 我们只能看到 我们能看到 对啊 其实他 其实真的火星土星不是长这样 对啊 但是你要跟他怎么形容 他看也看不到啊 对不对 他只能看到他这个维度能看到的东西啊 那你就照这个维度去沟通就好 其实根本就不是长那个样子 对 真的不是长的 但是我们人看才是这个样子 我们人 只有我们人看到才是这个样子 其他 其他 我常常这样讲 假设我们人有五个感官嘛 你也有五个感官嘛 眼耳鼻舌声嘛 就是你的眼睛 你的视觉 你的听觉 你的嗅觉 你的触觉 大概是这样吧 我们有五个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 来诠释这个世界 假设 假设 有一种 一种 一种生物 它有一百个感官 我们只有五个嘛 对不对 它有一百个感官 然后看我们人类的话 然后他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他会觉得很奇怪 你们人都是相连的啊 你们所有东西都是相连的啊 包括你跟那只猫都是相连的 你们怎么会觉得 你跟那只猫是分开的啊 你们怎么会觉得 你们怎么会觉得 你跟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有一百个感官 你有一百个审核 那个审核 而且每一个审核都是独立的时候 你所看到这个世界 跟我们现在人类看到的世界 根本就天差地别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精灵 多少我们看不到的存在 在我们同一个空间里面 你都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只看得到 这看得到的东西 有多少多少 你无法行动的东西 在我们存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因为他们的感知都比我们强 不知道强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那我们人就以为说 对啊 我跟你是这样啊 对啊 我跟你有这样区别啊 我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他们来看我们 我们全部是相连 你知道我们全部是相连 你跟你的猫是相连 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听我的声音的时候 他其实从我感受到 当然了 他一定听他 对他有意义的声音了 有意义的声音了 其他东西 他就是可能就这样听听就算了 那意义是什么 以后再有机会再跟大家 再更进一步的分享 谢谢杰西卡 你给他给我们这个有趣的猫的故事 老师 但是 你说 但是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 然后刚刚其实有一点连结 刚刚嘉宇讲的那个 我是有想过 您可以解释说 那有这种所谓的男人女生 或者女人男生 他们是有特殊的体质 还是这基本上就只是一个基因 你说男人女生 然后呢 就是男生 就是男生 他是他的讲话呀 或什么就是女生的声音 或者有些女生他的声音 他只要发声 他讲话什么 就全部都是男生的声音 这种这种现象 他是他们有特殊的体质 或者在也是有什么什么要传达 还是这就只是一个很基本的基因问题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 很特别啊 怎么会不特别呢 对吧 你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啊 只是你不知道你有多特别而已啊 我们只特别到只看到那些声音的特别 其实每一个人都超级无敌特别 你就不知道而已 只有我们看起来就很多么 以为我们都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每一个人都超级无敌特别 回过头来 那一样 你说这个女生有男生 或男生有女生了 某某程度上来讲 当然以我的认知理解 你也不用相信我讲的 他就是 他就是在反映 你知道 我们现在所有的 我们现在所有你的长相 不要说声音 你的长相 你有没有秃头 或是你为什么多高 为什么你是胖的 或是你是瘦的 或是你 你为什么这个 这个手指 有人五只 有人六只 或者大部分都五只 或者说 你为什么是 是有什么样的状态 跟你的身体状态 刚才那个讲的 其实其中一个特例说这样 那我跟你讲的是 你宣布所有的 你的东西 包括你的 刚刚我也是你的喜好 你为什么会 喜欢吃这个食物 或者你喜欢这个男人 或者是为什么 你会跟他在一起 其实什么事情 都是 都是 我们现在所有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都是 有时候你们讲的 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 就是 所有 这个时间 我们其实人 我上次有讲说 我们是个 这个是个 我直接直接这样讲 你慢慢可以去体会一下 其实我们人就是一种 一个图腾 一个图腾 你就投影也可以 你就图腾 这个图腾是非常特别的 是一个 你 以时间轴来讲 是从你 不知道几亿万事年 一直在转世 所有你过去累世 不知道几万事 我讲的不是宗教的关联 我讲的是我自己认为 这个宇宙的实际是这样 宗教的实际是这样 宗教的实际观点 几亿万事 整个最后所有的 在时间上里面 所有的 你的人生的经历 那个那些 那些东西 全部浓缩到 这个投影上面来 浓缩到 时间轴上 浓缩到这个投影上来 这是时间上 空间上是什么的 我上次有讲 静色 人的静色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以外的 所有 一直到天狼星 到几万亿光年外的 所有的 那一颗小行星 或那一颗很大的银河系 都跟你在空间上是相映射 就是相对应的 所以他们 这个你身体以外 所有的星球 所有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人 所有这个外太空 所有的外星人 你可以讲到 你所看得到 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就是你身体以外的 在同一个次元里面 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在 就是 在你身上 最后 在你身上 空间上面的 投影 或空间上面 里面的图案 最后是 在你身上 最后显现 所以你现在 这个身体 是一个无限长的时间 跟无限大的空间 最终的一个投射 在你身上 你知道是吧 所以你是这么特别的人 好 回过头来 你刚刚讲说 这个男生 为什么是女生 就是一样 他只是把他过去 某一次 你知道是吧 或某一个特殊的状况 他把那个映射 到现在 他这辈子 缘分是这样 他刚刚的结的原本是这样 所以他虽然是男生 他非常非常强的女生 其实某时候 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错乱 你知道吗 也是一种错乱 就是说 照理正常不是这样 所以他特别 所以你会看到 会注意到 那他这个特别 是带一份礼物 来作为提醒他 到这一辈子来讲 他怎么样去超越 他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你知道吧 因为他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容易被人家注意到 他自己也很困扰 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这一份 是带着一个礼物 可是他会藏在一个困扰里面 那个人会觉得很困扰 他实际上 要从这个困扰里面 去超越他 知道吧 这是他才是 他为什么要变成 这种特殊能力 或特殊长相 或特殊声音的 一个真正的目的 他不知道 你知道吧 他刚开始是很困扰 就像我们其实 他的困扰 跟我们现在 遇到的生命中 所有事情都一样 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困扰 因为我们被打击 我们现在遇到 COVID-19不能出去 或是有些东西 我明明要缴贷款 完蛋了 明天台外 下个月开始 可能是三期封锁 对不对 我们可能就不能出去 打工赚钱 那我的房贷怎么办 或是我的工作怎么办 或是我家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困扰 这些困扰 就是来让我们觉得 很悠烦的地方 其实这些困扰 某种程度上 它就是代表一份礼物 来冲击我们 我们要知道后面 怎么这个力量 来超越它们 所以你也可以跟别人 一模一样去想 这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那你也可以换一种想法 说他到底在告诉我什么 因为你来这地球的目的 就是来承受这件事情 你知道吧 我们来地球 就是来接受suffering的 不是来享乐的 你知道吧 来享乐 那就很可惜了 那真的 你这辈子白活了 那享乐就是 想你以前的福 就这样 所以享乐 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就学到享乐而已 可能你真的受到冲击 受到不幸 受到打击 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来告诉你 更深刻 更伟大 更奇迹的东西 我认为 真的在里面 那你要能够发现 可是一般人 刚好活相反 他就觉得 他要去追求享乐 可是在痛苦里面 他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 那我觉得 我是跟你分享这样 中一个这么小小 有关于声音的部分 跟你分享 好 我们最后一位了 谢谢杰西卡 我可能不知道 能够回答你一个问题 现在尽量 来 那个 Mesha是这样念吗 你说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Mesha Mesha Sorry Mesha 你好 你说 我有三件想要分享 好 你有三件 好 那我赶快拿笔写起来 因为你讲完一件 我已经忘记下一件的时候 所以我要先写起来 你说 你说 我也是怕自己忘记 所以我说三件 但都很短 第一个 就是其实我想要跟嘉怡分享的 就是说你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具有能量力量 饱满的力量 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完整的去整合成为你自己 不要去成为别人 你的力量能量就可以真实的发挥 你的声音可以帮助很多人 你的声音里面有药 好 这是第一件 然后 原来你在讲嘉怡 我还是拿个笔出来写了半天 你知道吧 把那个问题记录下来 就在第一个 就我还要把嘉怡名字写下来 就原来是在讲嘉怡 嘉怡人家 第一个就先称赞你了 没事 继续 开玩笑 其实我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老师你刚才分享那一首 这首歌的时候我在听 我确实可以感觉到在 中央的胸骨的周边的 大概是肺泡 这一区有那种 就是气泡的一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音波洗滴 眼镜 潮音波 潮音波洗滴 对对对 然后就是在肺泡 当然没有那么激烈 但其实就是它是很细微的震动 然后就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在肺泡那边的应该说是共振 或者说在正在被音波洗滴 然后我有气泡感 然后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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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台下在将近三百个人里面 他们会听懂你讲什么吗 你真的觉得 你真的是这种气泡 气泡 你知道吧 哇靠 你是怎么听出来 我说我的感受 你感受 OK 我开玩笑了 因为每个人真的感知能力不一样 我是没有办法到气泡 它就有点像 我不知道大家 去在关注自己的身体 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到热 感觉到冷 然后有些人会突然觉得 哪一条神经抽一下 电一下 对每个人对于能量的感知是不一样 然后像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可能那个地方原本塞塞的 那你可能经过这样一阵洗离后 你会有一种 啵啵啵这样的感觉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的非配 最起码说有一个人 他真的有感受 对于这个 肺腔的清理应该有些帮助 尤其胸部的部分 对 然后我觉得他确实在排灼气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呼吸短 然后又常常就是 比如说又郁闷 或者是说情绪控管上 就是压力大 所以很容易气就闷在胸前 那我觉得这首歌这样在听完 确实会有一种 就是在把胸口的灼气去拍掉的感觉 然后尤其在第二首歌 在那个 Lucky 然后我觉得听完之后 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快乐 很开心 所以我赶快上网去Google了一下歌词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歌词里面很有爱 就是在满满的感谢 然后说很幸运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就是这两首歌很适合 每天早上晚上中午都听一次 所以你以前知道Jason Mars吗 不知道 我不听流行歌的 所以我现在 OK 就是为什么我都不听流行歌 是我也很常跟我的学生说 就是请大家在选择流行音乐的时候 就是要懂得去辨识跟慎选 因为我今天听到老师分享了一个 都没人讲过的东西 我很开心 因为我都这样告诉别人 然后别人都把我当神经病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就是其实一个音乐作品 它在产出整个生产线 里面的这样子的讯息都在里面了 对啊 对 然后所以不只是说我今天这个歌词 它首要表达什么故事 然后唱的人他的技巧怎么样 它包含是他这个作词者 这个作曲者或者这个演奏者 这个乐团 然后到你在录音室里面 然后到你在销售 然后到你的整个唱片公司 他所有的讯息 就是都在里面了 所以 你等下我问你啊 你比较敏感 你听得出来吗 大部分 其他因为我太敏感 敏感到会当机 所以 是是是 有时候就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知道吧 有些我没有像他这么敏感 但是我听的东西也是不太一样 那以后我在 在课程里面跟你讲说 这么敏感的人到底要怎么办 他到底带的礼物是什么 那他怎么样 最后他要放下这份礼物 来 另外 我跟你讲说 真的就像 像 你叫 你说叫 Mesha是吧 Me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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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人 我遇到很多人 在 有些我在内地也遇到一个 就是我上次跟你讲过 我在北京的音乐实验室 刚在前年的Christmas的时候 刚弄好的时候 对啊 就来了一个瑜伽市 就是做瑜伽 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然后他第一个就看到我那个发明的共振器 他就觉得非常神奇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那时候把音声音调好 然后他开始播放 我就放 我就放 我放一个是猫王唱的 Mesha Mesha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不知道是在 应该是我在Facebook 还是在微信公众 我忘记了 那时候我有播放 我下次我把这个音频放到Facebook 你大概听听看 我放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他整个人 天哪 他说天哪 杰克 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他说杰克 然后他老公在旁边 然后他拿那个手机在拍 他说杰克你们都没有听出来吗 天哪 我听这个声音 我全身的细胞都活起来了 杰克你怎么办到的 然后他泪流满面 冲上来抱着我 整整两分钟 哭到不行 他说 为什么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 我讲的全部都是事实了 就是他那种 非常感动 他说的 可是我是对声音感动 但我也没有感动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可是他那个声音 对这个声音的敏感度 他说杰克 我全身细胞都活起来了 你们都不知道 他还看到他老公 他老公还拿那个手机在跟他拍 你知道吗 我很激动 你知道 然后整个泪流满面 我觉得这种感觉 跟这种 像你们这样敏感的人 都会有感受到 但是我讲的东西 其实我很多时候 不是说我有这种敏感体质 我有去对声音 有这种另外角度观察 也提供给大家分享 好不好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我就是想要分享 谢谢 真好 我觉得真的 大家互相的共振非常好 那因为今天已经12点10分了 那我也 也delay了10分钟 那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所有的参与 那我想下面还有一些举手的 我就抱歉 我们下一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上台分享 那我预告一下我们 明天 礼拜天的主题 那因为我们应生疗愈21奖 其实是一个全能疗愈的课程 你随时都可以加入 就算你是中间上运人听过也没有关系 那我的目的呢是能教你怎么样身体进化 情绪的转化跟意识的冲击 透过声音的部分 那很抱歉就是我在线上啊 用这种cloud house 我是第一次在线上讲 所以有很多的工具啊 有很多的音响啊 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我也在学习怎么样可以带到线上来啊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想大家以后在线上相处的时间 也或许也会比较多一些 虽然说有些国家已经慢慢好 但是我觉得台湾最近是比较紧张 尤其这几天啊 也希望台湾能够安平安的度过 那5月16号我礼拜天讲的是 身体运作的超精密逻辑 未知与存在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对于这个身体 同时我会教一些新的 发声的进化的方法 就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引导 那以后我在我的身体 这个进化的部分的课程里面 我几乎每一次都会教一些新的方法 大家去练习 那上次我教的方法就是 很简单 腹腔共振 用一个啊的声音 放松 把下沉 因为记得要松 然后胸腔的共振是用 这个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 来我这个房间的人 稍微可以练一下 颅腔共振是用这个音 嘴巴闭起来 轻松的往上扬 如果你可以扬到你的 把这个头盖骨都可以稍微震动 你又感觉到热气往上流的话 那也非常好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就像这样 嘴巴闭起来 如果有养猫养狗的也欢迎他们一起来听 然后这种发声方法有个好处 就是说他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把你的胸腔颅腔跟腹腔可以慢慢共振开来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 我教你这个方法 你可以回去简单练习一下 下一次我会教一个新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教一个新的方法 那每一次我都会教新的方法 简单复一下旧的方法 让你觉得在于你声音的耀性上面 你会慢慢感觉到 所以礼拜三这个课程 大部分来讲 我会教一个不同的主题 目的也是会来引导你礼拜天的课程 所以礼拜三的课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在线下的一些书 或者我的线上的声音的力量课程一样 欢迎你大家能够来一起来享受 或一起来体验 所以今天你第一次来参加了 欢迎你follow我 或是你进我的声音的力量的club 那如果你已经是的人 那也他有个提名的工人 你也可以邀请你的follow follow你的人到我们这个节目来 那我的目的呢 只是跟大家分享我对声音所有的理解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点 不必要认同我 但是如果说我能够稍微能够引导你 对声音的有趣的 这个一种新的境界的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因为现在因为台湾疫情的关系 其实变化蛮大的 那我线下的课程 我们现在看怎么样去后续的进行 如果有新的状态 那我也在facebook跟大家报告 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 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一起打开了一个更深层的耳朵 提升了一些听的能力 让我们继续探索声音的力量 我是杰克 我们相约台北时间星期天晚上十点间 那是我阴神疗愈的第三堂课 如果不知道我课程内容 可以去看我今天在club的介绍 或者是到我的bio去看一下 那最后我们听一首 Jason Mars另外一首 不是在刚才讲那个专辑里面的 他一个非常有名的曲子 他有1.5亿次 虽然没办法跟6亿次比 刚那个6点多亿比 但是以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曲子 最后曲子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解析 但是它的能量还没有RMU这么亲近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曲子 它的曲子就叫做 I Won't Give Up 我们一起来听做我们今天最后的曲子 就是我不会放弃吧 大概是这样翻译 我们一起听它的曲子 然后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 它是一个下载歌手 尤其它第一首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接着我来看看